中共卫健委在2月4日宣称 中国本土病例中 新冠病毒的G1病疫株成为优势流行株 中国新年前后 预计新冠疫情将逐步上升 这个做法让我想起了2020年 也是大年30左右就发布了 武汉新冠疫情的消息就开始封城 或者是不是也要回到过去那样的做法 再做一次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也将是非常大的一个疼痛的打击 其实有民众向本台透露 单位中检查出得肺结结的人 竟高达95% 甚至不少年轻人无预兆猝死 每年提前什么淋巴结结 肺结结 就是什么 就是甲状腺结结 至起码的95%以上 这个数据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现在这个体结 单位80% 不同程度的这个毛玻璃也好 也别人 我自己找的最强性 死亡率就是明显多了 我刚有个亲戚就是 死了两个白血病的 发生的 很愧之准备 年轻小狗 我觉得是我本人 我生过两次新冠 现在我查复来是 消费了 另外近期有媒体报道 柳一刀子刊 2023年9月 曾发表了一篇论文 证明了新冠病毒可能会侵入大脑 并导致细胞受损 加速大脑衰老 认知衰退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都说明了身体和思想的关联性 精神神经免疫学的多项研究已经发现 违背了传统的价值观的人 对别人经常做一些坏事的人 他的免疫力会比较差 回归我们中国的传统信仰 不要再去被一些错误的观念所误导 衷心的希望咱们中国的父老相亲 都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新年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乔 雄斌采访报道